史上最有心计的皇帝,庄丰麦傻三十六年,即位后秒辨正常人。 唐宣宗李晨,原名李仪,是唐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。 他的生母正是是袁浙溪观察时李奇家中的一个小妾。 其后李奇作乱被朝廷处死,正是就随同李奇的家眷们没入叶廷为奴。 当时宪宗的贵妃郭氏看中了他,便把正是从叶廷调到自己身边充任侍女。 正是天生丽质,不久之后唐宣宗所宠幸,从一个普通的宫女成为了后宫的妃嫔。 宣宗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,正是在大明宫生下了儿子李仪,这就是后来的唐宣宗。 长庆元年三月,继承了宪宗皇位的唐宫宗封李仪为光王,此后他就一直以亲王的身份住在十六宅中。 和其他的皇子不大一样,光王李仪从小在智力方面就有些缺陷,而且为人沉默寡言,不善与人交谈。 由于这种情况,所以他在当时成为了对皇位最没有威胁的一位亲王。 之后的静,文,五三位皇帝都是以兄中弟级的方式继承了皇位,李仪就自然而然成了三代天子的皇叔。 李仪虽是皇叔,是他们的长辈,但从来没有受到过这几位侄子的尊重。 武宗在位之时还一度怀疑光王的沉默寡言,和那种与世无争的态度都是故意装出来的,其实内心深处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为了彻底消除光王对自己的威胁,唐武宗偷偷命宦官将光王幽禁起来,并把他沉于公厕之中。 宦官们十分同情光王,就对皇帝说,光王不应被沉于厕中,还不如就死将他杀死吧。 唐武宗听了也觉得有些道理,便同意了他们的做法。 其后这些宦官将光王解救出来,并秘密地供养起来,并对上谎称光王已死,这样才保住了他的性命。 据说为了远离纷争,李仪选择了出家为僧,自死之后他就离开长安,一直在江湖之中游荡。 但这件事是否属实也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。 唐武宗英年早逝,死时长子也只有几岁,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幼童。 在这种情况下,光王李仪慢慢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 在宦官们看来,光王李仪是个憨痴之人,即位之后肯定是受人摆布,无所作为的。 如果雍立他当上了皇帝,那日后的天下就如同自己的一样了。 慧昌六年,公元846年,3月20日,朝廷向天下人宣布了唐武宗的遗诏,武宗的皇子年龄太小,而光王李仪贤德,可立为皇太书,在正式即位之前带领国事。 一照公布后的第二天,已经被立为皇太书的光王李仪在少阳院接见了文武法官。 在之后的日子里,皇太书李仪开始带病重的唐武宗处理正式,而他举手投组件表现的自信和果感,和之前慕那呆滞的光王简直判若两人,积压了数月的政务在他的手中都迎刃而解。 李仲的出色表现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,他们甚至不知他们该为此时高兴还是担忧。 无论如何,李仲还是在重重阻碍下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。 唐宣宗登基之后不久便遵称其母正式为皇太后,并将她安置在自己的出生地,大明宫,朝夕侍奉,丝毫不敢怠慢。